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,男子陈孝清一周内连对二名毫不相识的民众挥拳相向,甚至挥刀砍伤对方。 砍人新闻曝光后,房东要求陈南搬家,此举惹怒陈南,持刀一路追砍房东二十多刀,造成房东重伤,手、脚筋都被砍断。 新北地院依杀人未碎嘴判陈南七年八月徒刑检警调查,今年三月九日晚间,陈南在板桥举光录一家自住餐店与周姓客人发生碰撞,殴打对方还持刀狠敲头脸,一周后在同家自住餐店,砍伤令名阳姓客人。 陈南砍人新闻曝光后,房东发现房客是问题人物,以欠租三个月为由,要求陈南退租,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再度当门要求搬家时,惹怒陈南而遭砍,审理时,陈南便称无杀人之意,何一庭不采信,认为陈南当时杀人意图坚决,见房东倒的还追砍,依杀人为碎判刑, 另外他在自住餐店商人部分,则被依伤害罪判刑7月,可上诉。